Hello,我是Janie 看看我身後超大的泳池景 沒錯,我現在人在越南的惠安 那這一次是接收到Hoyana Resort的邀請 跟著Ms.30還有其他網紅 一起來體驗這邊的四天三夜超爽住宿 那除了我們會體驗飯店超棒的設施之外 我們也會有一些local的行程 而且我終於實現人生第一次在國外打高爾夫球的願望 這裡的球場聽說是全球前十大的 一起去看看吧,Let's go! 這次位在越南縣港的Hoyana Resort & Go裡面 光是住宿就包含四棟頂級的飯店 那不管你是住在哪一間 都可以使用它整個度假村裡面的設施 包含咖啡廳、高爾夫球場、賭場 數不盡的異國料理餐廳 還有無邊際用餐 那除了飯店就直接是海灘 連健身房都是海景低排 相信在這裡想要費個一個月 應該都不成問題 現在是日落的時候 但我們現在要去Casino 這個園區實在是太尷尬了 所以我們就要打高爾夫球 跟你說好這次會分我一點在一起 對,那你要講幾句話嗎? 大家好 繼續尷尬 我們現在到了去Casino的地方 然後因為這次是要幫這個飯店 推廣他們一些 Casino就算是他們這邊還蠻大的一個點 所以現在都穿上比較華麗的衣服 然後大家就可以進去拍拍照 然後玩一下 Hoyana的娛樂場呢 真的是非常富麗堂皇 那裡面有多達350台老虎機 其他像是輪盤、Blackjack、百扎勒也都有 但是剛下飛機的我們呢 真的是太餓了 所以賭性偏薄弱 我們就決定在飯店人 帶我們去導覽一下設施之後 在度假村裡面眾多餐廳之中 選一家看起來很不錯的去飽餐一頓 然後結束剛到的第一天 早安大家 希望我現在沒有看起來很重 因為我現在就是剛起床 沒錯 然後因為這一次是Hotel招待我們來 所以我跟Mare是各自一間 這種超級大20坪的房間 但因為我們都不敢自己睡 所以後來我們還是兩個人睡一間 然後有一間就空在樓下 然後它這邊也是設備超級齊全 像是它這邊有爐子可以自己煮東西嘛 然後它這裡咖啡機也有 然後熱水湖那些mini bar都非常的齊全 它下面還有一個 這個是烤箱 早上可以弄吐司來吃 然後下面有微波爐 喔這是大烤箱耶 可以直接在這邊烤補乾烤袋 微波爐也有 然後上面都是一些櫥櫃 你看它的餐具餐盤都非常的完整 這個應該可以住個一個月 三個月也不是問題 這邊是它的客廳嘛 然後電視 正前方 就是它超大的陽台 好啦沒有超大啦 就大概兩坪吧 應該還是比我家的大 好險 然後因為這個園區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像是我們早餐在哪裡吃我們都還要問一下 因為它不是只有一個吃早餐的地方 真的是太大了 會直接在resort裡面迷路的那種 然後現在前面還有一個超大面的鏡子 就很適合女生早上的時候 可以看一下OOTD 然後它房間跟客廳的區域 就有用這種拉門把它隔開 Anyway 這就是它的那個衣帽間 然後床非常的大 應該是 10 size 的床 然後一樣前面呢 有大面的落地窗 這個風景真的是很厲害耶 因為前面完全都沒有任何建築把它遮蔽住 然後那邊就是海 這個resort呢 它離惠安的市區比較遠一些些 就是需要開車才能到達 但是呢 它就是直接在海邊旁邊 然後你從飯店也可以直接走到海邊 我覺得非常的讚 它的浴室就是簡簡單單 但是也是空間很大 好好喔 希望我的家以後可以越來越大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去吃早餐 然後接著就要去它的 Golf Court 它的Golf Court 直接是在海邊 很非常期待 這是我第一次在國外打球 那趕快去吃看它的早餐 聽說是有各國的異國料理 很期待 嗨 現在帶大家去吃早餐 Go Go 字幕會很不舒服 一邊聊天 音樂 它這裡早餐真的超豐盛的 你看 好像現點了現煮的部分 它有鱔跟肉煎養 然後還有他們這裡的 比較Local的食物也有 然後還有一些是比較American的也有 剛剛還點了咖啡 來請一下 我覺得這邊早餐的選擇很多 然後還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 Pull sign的景 真的是太完美了 現在我們要去趕高爾夫車 今天只有我跟Patty要下床 跟大家一起下床 這次要打得太熱 現在看看是這個 好漂亮喔 它裡面整個有一個奢華的感覺 跟其他在台灣的高爾夫球場挺不一樣的 Patty跟我現在都超緊張的 因為看起來真的太熱了 這整個場地感覺很像沙漠 高照的艷陽呼應著我第一次在國外打球的興奮 那因為只有我跟Patty有在打高爾夫 所以是我們兩個一車下場 然後還有兩個甘地同行 真的是尊榮級的享受 感覺這個球場超級大耶 就是之前在台灣打球的時候 你都是坐高爾夫球車 但是你可以完全看到下一棟在哪裡 但這個就是它雖然沒什麼遮蔽 但你好像太大了 所以完全看不到下一棟在哪裡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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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沙坑了 GG 不然剛剛其實打得還不錯的說 像在台灣打球的時候 他可能都是要停在 車子可以開的地方 但是這裡的高爾夫球車 直接就開上草皮了 但不會打球的人呢 也不用擔心 因為像是我們同行的其他人呢 就可以邊看海景邊玩putput 依望著四公里長的海岸線 球場真的太夢幻了 還在今年獲成為 越南最佳高爾夫球場 今天的手感還算OK 而且我覺得這邊的球場真的很好打 因為他們的草皮感覺都是有好好維護的 打到第三棟 我們真的是打得世界無敵慢的 然後我剛剛三推上了 這個感覺可以打一個PAR 劈切上來現在就在這 超近 欸這步一乾淨真的是太丟臉了 我覺得在這邊打球真的很棒 就是他的view非常的好 然後這邊的甘地就還會幫你各種拍照啊 撐傘啊 然後高爾夫球車也可以直接開進來 真的超方便的 就是像我跟Patty兩個懶人 我們就幾乎都沒有走到 當然他在接近國營的地方還是 車子是不能開進去的 我覺得已經少走非常多路了 好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把他認真打完 然後就要去吃午餐了 然後再去跟其他人會合 晚點見 請說 我們現在要去看一個游泳室的豪華餐廳 沒錯 這個建築物不是在我們這裡 這裡不要Let's go 我們現在要去看我們一個朋友的住的地方 因為他這個是在賭場的樓上 這個走廊這是什麼總統套房吧 太大了吧 對耶我們就是沒有讀或讀書的 只能住我們那邊 他這個客廳超豪華的耶 然後我們是想要來拍他的一個泳池 OMG 這個Skypool的比下面那個還厲害 他這裡就還有另外一個陽台的地方 哇 這個view太厲害了 這個真的是賭贏了才可以住這裡 好不拍喔 我要跟他來游泳了 這裡真的太爽了 然後這是我們的下午茶 應該今天晚餐 然後下來吃一下我們就要去逛古城了 我上次來的時候是白天 然後今天是晚上來就 情分超級不一樣的 所以他這些就是他們非常Iconic的燈籠點起來以後 就還蠻有氛圍的 跟我們的導遊說呢 這裡之前很多中國跟日本人留下來 然後跟當地的人結婚 所以就會看到浮城這邊有超級多日本文化的東西 然後現在最有名的就是前面這個日本橋 然後下面就會有一些有燈的那些小船 很可愛的 趕快去看看 之前看到這邊就覺得超漂亮 古色古香的感覺 然後這裡開始變超多人的 這好像小時候夜市旁邊會擺的那些小椅子 然後這裡真的超級多這種藝術的畫 白天的時候就這邊的建築都是那種黃黃的 然後搭配一些燈籠就很漂亮 然後晚上什麼時候我覺得這邊 夜市逛起來就是變得比較熱鬧的感覺 像是對面就都是燈紅酒綠的 位於中越的惠安古城 離飯店大概十幾分鐘的車程 它在西元1999年的時候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這邊那種亮黃色的烏射 五彩繽紛的燈籠 秋盆和上墊的小船 都構成最獨一無二的景致 那晚上走在這裡呢 聽著Bar的Live Band 就會讓人不知不覺醉心與小鎮 但我自己呢 似乎是更喜歡白天的時候啦 因為你可以更清楚的看見它的美 好啦 那今天真的是太早起了 所以灌完古鎮之後呢 我們就回飯店享受一下月室按摩 結束太快樂滿足的一天 妳要先講 我們的目標就是 每次錄定都要講超過三句話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搭船 然後我們現在是都市人的裝扮 對 對 我們其他同團的都穿水花洋裝 對 我們今天看起來就很突兀 這有一個人心的船 就是很像他們用斗笠的形狀的船 然後他就會偷闖轉 像咖啡杯 我們現在要戴上這個斗笠 我們看起來好不搭喔 就是我們今天穿得這麼沉實 我今天看得很配啊 今天是一個越南風情的fashion 我們好像是要搭這個船 搭一個小時 不知道 不知道 雅菲在去哪裏 所以還好我們現在是一群人一起搭 我上次跟Selene來的時候 我們就兩個人一船 然後Selene的話要船嗎 沒有 她雖然長得很Local 但是兩個人的話要穿 就是他們還蠻注重我們的安全 就是說手也不可以放在這上面 對 那我們直接摔下去 然後在這裡 就是我覺得會感覺蠻清幽的 感覺很適合可以在這邊喝一個越南咖啡 可以嗎 好需要咖啡喔 然後他們剛剛就是可以自己上去那邊 我們還沒吃到我實在想說算了 但感覺等一下會塗 但這裡的衣服好像都比 這邊的客人還要嗨 他們自己玩得很開心 IQ了 我覺得這邊真的是蠻適合來體驗一下 原來是 好像都追再來會比較好玩 然後我覺得這邊拍照起來 就是因為它這邊的顏色都很鮮艷 就是藍色的水啊 然後綠色的橘子 可以搭配他們可以一些紅色的小串起子 所以拍起來呢 就蠻Instagrammable的 然後我們等一下還有一個Cooking Class 不會Cooking的我 我只要去Cooking Class幹嘛 Lunch 再來Cooking Class 然後今天要做穿嘴跟Pancake 吃起來是簡單的東西 我應該會做吧 煮飯小白有點緊張 然後剛剛就是飯店的人 有來表演一下那個 聖誕火 想說 我也要做這個吧 應該是沒有吧 到底要放什麼 先放肉 紅心菜是比較難熟 你是要先放蛋啊 先放油 油 然後豬肉跟薑 加蛋 這個要吃 我先放很小的火 然後湯 你做 這應該很湯啊 我穿很小的火 然後 湯 然後 然後 它這個是兩層 沒有 它好吃 它是太捲起來了 沒有 很厲害的感覺嗎 沒有 沒有 這個很厭 Little bit 剛剛想說可以伸奇 我覺得還要再炸 炸春捲 還要捲是不是 太好它不會噴起來 好 秋葛 看起來有模有樣 好像蠻好吃的樣子 完成了 然後現在就有它這個 我的皮 然後就可以把它包在裡面 還蠻好吃欸 就覺得剛剛煎起來好像賣相不是很好 但好像沒差 因為直接包在裡面吃 然後我覺得越南的食物就是吃起來都很清爽 因為裡面就買了一些蔬菜 然後你可以自己再加別的蔬菜 我們已經全副武裝 然後後來想要去海邊走走了 但今天天氣真的是蠻陰晴不定 像剛剛又開始下雨 但是下一下下又會出太陽 所以太煩了 但外面的view還是不錯啦 對所以我們可能就 最後一天在飯店裡面耍杯就好了 這幾天呢雖然就看Rundown的時候 就感覺好像很多自己的free time 結果到這裡後才發現就是一群女生出門 真的是時間會變超少的 然後再加上因為這個飯店的facilities真的太多了 就是你可以做spa 然後有超級多無敵海景的泳池 然後還有面對海景的健身房 然後還有賭場 然後各種餐廳 所以在這個飯店裡面就是有太多事情可以做 就變得非常非常的忙 除了你可以在飯店耍杯 然後享受它的facilities之外 你也可以去附近的古城逛逛 那我之前來慧安的時候 是已經有去過那些古城 但是就沒有在晚上的時候去 所以感覺還蠻不一樣的 反正呢我覺得這邊就是已經應有盡有了 像我們這一次有家庭一起來嘛 其實有一些小孩的遊樂設施 就感覺小孩來這邊也不會太無聊 然後如果是情侶來的話 也可以好好的來這邊放鬆度假 是一個還蠻棒的選擇 明天早上就要check out 然後搭中午的飛機 那最後就是如果也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like 然後還要訂閱我 如果想要知道我平常在幹嘛 好 可能也沒有人想知道 anyway 就是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而且我終於在第一次 平常晚上的